美鳳有約 大家午安、大家好 感謝你收看美鳳有約 祝你中午用餐愉快哦 我覺得有了年紀之後 就開始覺得 人家說膝蓋還有好 關節或是膝蓋要有力 你才能夠細節爬爬走 但是歲月不饒人了 慢慢它就流失了 你又開始 起來的時候就嗶嗶嗶嗶 如果說八山 別下樓梯 意思是說我可以上山 我不要走下山 那到底應該正確 怎麼樣來運動才有效 你不可以說因為我怕這樣 我都不要運動了 所以我覺得 基本如果顧好的時候 你還是一樣可以運動 但是要怎麼保養 這也是非常重要 你吃錯東西的時候 沒有人那麼緊 然後又身體增加負擔 今天請到來賓 應該都有這方面的困擾 也可以分享一下 平常會如何保養 如何來養生 好的 首先請到這位美魔女的媽媽 這個就是我們的娃姐 謝謝 青春無敵 是 年輕就是本期 會得到 很有自信哦 另外這位更不得了 好啦,在我們拍戲的時候 真的是 日常超明星 但是 好,一進棚也一輩子 好像不可以換 就有一個風很厲害 車都很厲害 就是我們劉秀文姐 去那邊秘湯了 好,辛苦哦 其實保養有數 除了一支以外 對,接下來說到一個重點 接近大自然 但是還是很有愛心 做一些善事 會讓自己更開心 心情也比較好 溫子也就是這樣 好的 另外這一位 當然在很多的... 我們要怎麼保養 到底應該怎麼樣 吃什麼東西才是對 問他就對了 我們的醫藥記者 王瑞霖 大家好 大家好 要活就要動 但是你要動就不要痛好嗎 好,對不對 好的 首先要講 年紀 當然有時候 除了就是說身體的狀況 慢慢會比較... 沒有像年輕人才會吞 這麼久才會吞 還有一點記憶 好像也會沒有年輕的時候 那麼的厲害 好的 我們首先請問一下 你有差別... 這兩項你都有差別嗎 都差 都差 跟你說 這個不是我的問題 這個是真的歲月的問題 是哦 真的歲月催人好 以前人說 我媽媽經常說一句話 說腳若騎得知 就不怕作紅胎了 對 現在連腳騎不知 走得出去就不怕 又怕作紅胎 紅胎都不敢出去 真的 是 因為我覺得 像我年輕的時候 你也知道我們在秀場 對 一天跑三、四場的秀 那是正常的 跑場 告訴你 從來都沒有離開我們的腳過 他整天都可以穿高跟鞋 這樣走來 現在都沒辦法了 現在每天只要穿 要上節目前 穿一下 那個腳已經沒有支撐了 因為一穿高跟鞋 不知道為什麼 回去累了半死 然後那個腳會痛的半死 然後晚上那個腳的繩子 都要把它拿到頭上 是 那之前因為 錄一個節目 一抱我出場 穿一個八重的高跟鞋 姿勢擺得很漂亮 三星報喜 歡迎向我出去 砰就砰一砰 砰不爛啦 我以前... 我在秀場 刺上三十幾年都沒砰到 一拜擺一個 視角朝天 余大哥很高興 他說這隻青蛙快來 向我變青蛙 我跟你說 你說秀場這樣累積一些經驗 當然就在舞台上 對你來講是太輕鬆了 你要知道 如果真的... 進去八點檔 比秀場更糟糕 你看姿勢就是這樣 但是我覺得它還是很厲害 就像演姿的經驗 讓它按得很自然這樣 沒辦法 還可以定格 不是,你... 還可以定格 經驗啦 這個是經驗的問題嘛 反正你有時候會... 反正年紀大的人對不對 就... 你心想後面要講什麼東西嘛 想到了再接上去就OK啊 這樣也很自然 有時候要叫你的名字 叫三、四個才叫下去 我都不會叫 我現在都不會叫 我就說你們大家就好啊 只有一隻一隻 你對... 對到哪兒要害怕 對,真的叫名很難叫 對啊 我現在大家都要帶一大桌 對 真的有些孫生美的 都會叫錯啊 對 那個瑞琳也會叫到什麼 黃瑞琳 就王瑞琳 對,黃瑞琳 秀文姐說秀鳳姐 我姐變青蛙姐 所以說秀鳳在拍八點檔 這個操的時間是非常的長 你自己的冰箱有怎麼樣保養嗎 我平常沒事的時候 我是去 我泡十幾年了 這個是真的 我以前... 我以前我還可以 一個禮拜爬一次陽明山 我現在不行 因為我腿年輕的時候演戲 都這樣 經常要搬 都要幹什麼 那時候怎麼有什麼 呼吸什麼的 對 就這樣搬,對不對 有受傷過 對,又差很多 以前年輕的時候 都穿高跟鞋 就會有傷 所以要跟那些年輕人講 從年輕都要保養 退化啦,退化 年紀大了其實... 這是很自然的現象 就我在家裡 其實我們家都是有兩個階梯 就這樣一個關一個... 有一次這樣採空一下 你知道多採 我的腳變成大象腿 兩個月都沒辦法走 對 就這樣採空一下 你沒有很大的扭傷哦 結果真的像大象腿一樣 兩個月都沒有辦法走 但是你兩個月不一定會好 整個韌帶都出問題了嘛 醫生就說那個軟骨跟韌帶 不是,有年紀 我年輕常在搬 我怎麼都沒問題 你現在幾歲了 對,年輕 所以你看 你們年輕用很久叫退化 到了年紀,到了叫老化 所以你們 其實你們是在重傷害 所以你們去骨科看 醫師都會跟你講說 好啦,我消炎、止痛、肌肉鬆弛給你 對 女朋友會說 醫生,那我該怎麼辦 勢不勢要用 對,醫生就這樣告訴你 為什麼 因為它是我們生出來就有的東西 軟骨 我們身上有軟的、有硬的嘛 有硬骨頭、有軟骨頭 我們這個軟骨頭 你看 我們站的時候 光站不穿鞋子 我們就承受我們身上體重的三倍 對 如果拐頭又站下去 等於是膝蓋承受你身上的五到七倍 你怎麼不累 你吐下去 你知道嗎 那個重力加速度下去 不是青蛙 馬上就下蛋了 所以大家都會有一個明示說 我是不是我吃蓋 我骨頭又很硬對不對 你說大家要記得 骨頭與骨頭 中間它有困難 那叫作軟骨 軟骨有沒有 我們煞車 一定要有煞車要來冷天有沒有 如果沒有煞車來冷天 你的腳有什麼聲音嗎 好,我再會這樣 對 所以起來會鼻鼻鼻鼻鼻這樣就對了 對 一鍋一鍋下去對不對 現在我們年紀大了 有沒有 開始 雙東西就開始流失 我先這樣講 從這裡我們現在講 二十五歲就開始了 二十五歲 但是現在大家在做寶可夢有沒有 十五歲就開始了 現在有一個最新的案例 是 二十五歲 大部分都是二十五歲 膠原蛋白開始慢慢減緩 就是什麼 你會發現會短的地方都不會短的 臉上也不會短的 膝蓋也不會軟Q了 然後再來三十五歲以後 我們骨食開始流失 就像剛才美鳳姐講 為什麼一直要吃鈣片 一直要吃鈣片 因為大家就擔心 我骨頭好像油條一樣 會浮起來,你知道嗎 都知道說年紀大了 好像什麼都比較弱了 所以是不是要吃鈣 然後是不是咖啡要少喝 對 因為聽說對於骨頭不好 不辣辣之類的 我跟你講 骨科醫師最愛喝什麼咖啡 好嗎 所以你們大家不用擔心 咖啡其實是有好處的 對 然後在我們四十五歲以後 開始 眼睛不好、身重不好 牙齒齒牙也會動腰 晚上五十個開始就開始 怎麼樣 肚子怎麼吃都會中 吃一塊東西就中得這樣 大便又不順 老師跟醫生要軟便劑 如果說 我跟你說 長嫁拼一斤白菜十塊 什麼 你說什麼 我媽媽就這樣 我媽媽,你就是這樣好嗎 我們就在講你 是,因為我覺得我媽媽每次在看電視 他在看你八十年 就是為什麼開得這麼大聲 我說媽媽,你電視 不要開得這麼大聲,好嗎 中間看美鳳有約也開得這麼大聲 有了,怎麼有大聲 我怎麼開小聲 他說 你整間家裡 要撞到要撞掉 是真的 因為他已經開始在重聽了 就是因為平常他聽的東西太... 就是都傷到自己的耳膜了 在我們六十五歲之後 開始有什麼 本來要交流 不然喝茶也要交流 常常下面會發炎 尤其女生有沒有 紅綠的、黑的、白的 什麼都會有 你就會覺得說 很奇怪 為什麼身體的抵抗力 這麼衰弱了 為什麼 因為你平常 在這幾個階段的時候 你都沒有做真正的保養 可是姐,你在什麼時候覺得 你... 譬如說你比較沒在白症 是因為怎麼會 所以你沒在白症 因為我是 我也有看過骨科 其實骨科就是給你... 就給你吃... 消炎止痛 但那種吃的並不是很好 其實他們也有講說 沒有什麼藥衣 你就是常游泳 就是在水中走 那個是最好的一個療效 可是我們不可能有那麼... 那麼多的時間 所以我常泡湯的原因 我有時候是就直接... 直接就是... 就在溫泉裡面就是... 比較軟 你會舒緩 肌肉就會比較不會那麼緊繃 對 然後你就開始慢慢... 血液循環也比較好一點 是說我們常常去泡一些熱的 還有就是慢走 其實走路也是很不錯 對,但是慢走 我建議大家 你們現在要用護膝了 因為我剛剛講說 有幾歲開始流失 我們的骨質的時候 還有我們的軟骨 在磨損的時候 因為保護它是保護到 它這裡的關節 不會被滑動 你的軟骨不會一直被磨 一直被磨 磨到最平 那個真的有時候坐著 起來拍一聲 你會覺得它在磨 然後你就開始就會想說 不要讓它拍 我就用力用這一支 然後這一支就不拍 但是是不對的 錯誤 有姿勢就錯 所以你常常常說 我怎麼怪中了 有沒有 所以會這樣 好的 季亞就是剛剛說過 從年輕 他就是因為大家都這樣 一路都很辛苦工作 一路到現在 開始就覺得 真的 年輕人的時候不夠保養 現在就要知道 有什麼保養 可以跟大家分享 所以季亞現在也開始有在 特別注重一些保養 對 因為之前我有吃那個 就是類似鈣片 這種東西 可是他們說這種也不能常吃 對,越吃越脆 沒有 會吃太多 會結實 然後不容易那個 對 那怎麼辦 在有一次很偶然的機會裡面 我接觸到一種保健食品 我就開始晚上... 睡覺的時候吃 對 後來人家就跟我說 我這一支摔得比較... 我這支因為有摔過 那就是說 你可以試試看 那就建議我晚上跟早上起來吃 所以我現在已經吃了大概... 吃了有一段時間了 快兩個多月了 那你覺得 我覺得有改善 至少我走可以那個... 那我以前下樓梯 我要下樓梯的時候 我如果看到沒有人 或是沒有人在我後面 我一定這樣倒... 倒... 倒... 就這樣下去 他們說 你怎麼會這樣走 我說不,因為我這樣走 這個膝蓋會受傷 對,負作 我這樣子會比較減輕 還是一樣很稀 但是我現在會... 我現在可以試著 就是一步一步,OK 像我剛剛從樓梯上下 我都是這樣子一步一步下來 你以前是都這樣 用眼睛這樣就... 對,我只要看到沒有人 我一定眼睛 又有人,我也是眼睛 你怎麼會這樣走 我就不會去顧到那個形象 就想說先不痛為原則 所以你這樣正常下來的時候 你會痛就對了 所以你用這樣比較不會痛 其實秀文傑他會追蹤最新的一些保健資訊 你知道嗎 大家都常在補充膠原蛋白 有沒有 對 膠原蛋白都跟顧到臉上 顧到膝都軟了 我就覺得說奇怪 大家都在講膠原蛋白 膠原蛋白 到底是哪裡不對 所以那個時候 我就跟大家寫了一樣這樣的東西 你們看 其實人體的軟骨是需要 不是一型 因為我們膠原蛋白總共分二十一種 可是我們最多的話 大家用到一型跟三型 都是顧臉的 所以有些人會說 奇怪 我膠原蛋白吃到整間 有什麼 臉的在白白白 黏黏黏黏黏黏 膠原是沒有啦 因為你吃錯了 我們要吃二型膠原蛋白 而且是 對 我們現在看這個圖 一型的話我們都是在皮膚 所以我剛剛講的 你吃再多告訴你說 這膠原蛋白看起來 你會榮光幻發 那都是在顧皮膚的 因為我們皮膚本來就會垮 會鬆地心引力嘛 這一型 那二型是放在軟骨裡面 但是你說什麼軟骨裡有 因為我們在一九九年的時候 在美國其實有一個博士 叫作尤金博士 尤金霍爾博士 他女兒有一個 很可能 我手上 十幾不是身體這樣嗎 十幾是軟軟軟軟軟的 我這個已經開了 你就是退化性關節炎嗎 對,加上內風濕性關節炎 還有個人體質 可是我爸爸不會研究好嗎 那只好他爸爸會研究 他爸爸是一個博士 所以它這個 它存在肌的軟骨當中 那它用什麼方法呢 它用酸性的溶劑來萃取 好,然後把它的破壞 結構先破壞掉 萃取我們要的 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但是它這個東西 不能用高溫去萃取它嘛 這個就是專利了 要有 保留它完整結構 然後讓我們在用的時候 它的依活性低 但是它的感覺是高的 對 所以說這個東西叫作 記得魚鴨沒有 鴨也沒有 都在於雞的那個軟骨在裡面 那以後我們也要多吃一點嘛 大家要吃很多才夠 但是沒關係 冬菜的時候會多少摸吃 對 不過既然它是有保養的方法 對,因為我現在吃的這一種... 它裡面本身就含有... 保健的食品 對,就有膠原蛋白在 那我之前瘦到 臉都跟著瘦 那你知道我們的年紀 不能散散 散散就變憔悴 整個都流去,你知道嗎 我自己看... 我真的自己看 我都覺得說怎麼可能... 在古裝的時候 那一陣子特別瘦 就是古裝那個時候 後來上過年特別節目 那個時候也是最瘦的時候 對 那個時候我後來想想不對 對,那我瘦... 要胖臉就是要睡 但是我們的時間都不一定嘛 我們都晚上最晚 哪有可能... 哪有可能睡對不對 那就沒辦法 那我現在吃的這一種... 這種保健食品 它本身就含有膠原蛋白 那我就覺得說不錯啊 對,我的膝蓋也有用 而且又補充了膠原蛋白 然後又可以讓臉不要那麼的... 那麼的... 對 對 所以我覺得我這一次... 我覺得我這一次保養得滿好 而且一天只要吃一粒就可以 我現在是因為加強 是因為我腿摔過 所以我就變成說 我吃兩粒 要不然其實一天一粒 維持它就OK了 這實在因為有時候 睡眠不夠 人... 都散眠 對啊 對,因為我們膠原蛋白 臉上的膠原蛋白是一個支裂 它會斷斷斷 可是我說薛文姐就是說 它現在用的就是 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我兩年前的時候 其實我就在吃這東西 因為我們人其實常常講說 我軟骨磨去 大家有一個觀念 我磨掉的軟骨 是不是可以用玻尿酸 把它打成原來的樣子 不會 一次一顆,現在是吃的 對 你快吃,對 我再說你吃 很多都... 我早就要把人家... 今天有人用打那個玻尿酸 對,就是說很多人去打玻尿酸 但是玻尿酸不會恢復你原來的軟骨 玻尿酸是 潤滑液 對,最大讓它不要再那麼乾 不會那麼的乾 但是以我們現在 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第一個,它是比... 我們大家都會吃葡萄糖胺嘛 有沒有 大家都說要吃葡萄糖胺 有沒有 一顆非變性膠原蛋白 等於是比一般市售葡萄糖胺的 對 所以我們現在看一下 它的劑量是三管齊下 第一個就是我有40毫克 40的迷你骨 就是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就是我講的 因為它才有辦法吃到我們的軟骨裡面去 讓我們的軟骨 你已經譬如說你現在的軟骨 已經大概有正常來講三公分 我年紀這麼大 我可能只磨剩一公分 但是你要讓它變成三公分 可能性不太大 但是你可以讓這一公分 好好的靈活運用 跟它三公分一樣那種感覺 然後我們有高濃度的 玻尿酸百分之六十 我們剛才說了 玻尿酸大部分用打的嘛 對不對 健保打 你一個月要去打一次 那個比較稀 年齡到才可以 對 要不然它還滿... 以前還滿貴的 對,而且還比較稀的哦 技能怎麼哭不聽 對,我說... 這問題很厲害耶 對,然後如果說高劑量的 濃一點的 一支萬二塊 可以動六個月到一年 可是我跟你說 那個東西還是要慢慢流失 你還要再打 對,但是我們每天來補充這個 非面性二型結論蛋白 裡面就有含百分之六十的玻尿酸 但是這次很棒的是說 我覺得它裡面加了一個 很棒 在中醫上很好的一個 什麼樣的人都可以吃 還是說一定是受傷的才... 沒有,因為我剛剛一開場 就跟大家講 退化不等於老化 所以早就要保養 對 一般人什麼... 就可以大概是... 這小朋友是不用 小朋友不用 因為小朋友他還在長 所以說成年十八歲之後 為什麼 我說現在開始 只要有玩寶可夢的人都要 對 那就是說一 我剛剛講一個 身體肥膀 負擔過大的人 你太負擔了 可是你瘦瘦 但是你膝蓋不斷地在負重 再來就是上班族 我們說敲鍵盤 我說之前我十字手指頭長 不是這個樣子好嗎 我現在是靠 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 給它稍微恢復保養 我的軟Q 對 好,還有家庭主婦 什麼都要走 做家事的 煮飯、掃地什麼 你又不一定請非用 你就手會痛、會痠 因為 你就要吃 運動員更需要了 然後還有什麼 按摩師 那個是職業工作 需要用到手指 還有作業員 就是反復工作 你這邊都會受傷到的 反復工作的 或者你腸痛會有些低頭豬 這些人也就是都知道吃 所以學生大概我是說 建議在 他上大學二十歲 十八左右就可以吃 有些人就是說 他是會痛 不用特別去吃什麼止痛 就是說分享這個 他就會改善 是,因為醫生永遠給你看的就是 非類固醇的消炎止痛 加肌肉鬆弛劑 所以你每次會覺得說 我有什麼吃下去 我很愛睡 我頭到這裡睡了對不對 為什麼起來會愛睡 因為它放了肌肉鬆弛劑 它讓你所有的神經都放鬆了 是 所以說年輕人 大家在忙 忽略的保養 你就會發覺身體的退化 你其實是要改善 是 因為資訊的進步 我們看這部 我們知道有什麼樣的分享 我們自己根本要照顧好 身體也會擁走 上山下海也不用怕對不對 然後我們人生就非常的美好 人生是猜血的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分享 謝謝 謝謝